跨世代的文学大师白先勇 最近终于来到新竹市的清华大学 要开设他最擅长的《红楼梦》文学讲座 听闻白先勇大驾光临 有不少的学者、教授以及学生都慕名而来 而白先勇自己也很期待这次的讲座 希望给清华的学生不一样的文学风气 《红楼梦》这种经典下说 我想其实就是让同学们看了这本书以后 对人的了解、对人文的了解、对文化的了解 我想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希望同学们看了这本书以后 每个人希望有心得 白先勇不光是知名的作家 他更是研究《红楼梦》的红学大师 之前一直在台大讲课 但有不少人一直想把大师的风采 带来新竹市 大力促成这次讲课的台积电 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曾凡辰 就是其中之一 这本书里面我想是把那个时代 那个人事警务的描写 深深打到感动我的心 那我就透过一个机缘 好像是一个朋友跟董阳之老师认识 我就请白先勇到新竹来演讲 白先勇就一口大意 从那以后就认识白老师 希望这个对清华这个学子 能够有一点这个帮助 我想这个台积电文教基金会 能做这个事情 我想可以感到很荣幸 白先勇来到新竹市清华大学开课 轰动了清华学子 也轰动了清华大学的校长贺成宏 贺成宏不但自己喜欢白先勇 家人也喜欢白先勇 贺成宏透露最近正在追电视剧 一把七也是白先勇的知名小说 改编而成的 白老师是跨世代的文学大师 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是华人世界首屈一指 所以他应该看得上是世界诺贝尔文学奖 那我自己来说呢 我们这个世代的人 在大学时代都看了白老师的 《游言经梦》 《金大班》最后一页 过了四十年呢 匆匆而过 现在跟我太太也在追一把亲这个剧 那我的儿子呢 也是第二代的白迷 他送我那人的五十岁生日礼物 就是牡丹亭的 珍藏版 当然这个是很多年前的时期 白先勇这次开课将由白先勇领衔 在广邀海内外多位红学专家 从文学美学性别戏剧 以及现代科技等等多元角度 来赏西《红楼梦》这部经典的剧作 总计有十八堂课 阵容相当的坚强 凯破新竹林彦斌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